一口气看完 东汉十四位皇帝的兴衰史 公元二十五年至二百二十年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 继西汉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 共十四帝 向国一百九十五年 与西汉统称两汉 东汉是光武帝刘秀建立的 他历经十二年平定割据统一中原后 以柔道治国 再为三十二年将一个残破的社会 治理成了光武中心的王朝 在经过汉民帝 汉章帝时期的历经统治 国立已不逊于西汉强盛时期 但自汉章帝后 皇帝就陷于早逝的魔主中 右主上位外戚掌权 宦官夺权的恶性循环 最终东汉强省帝国 一步步走向衰败 首先第一位出场 开国皇帝汉官武帝刘秀 公元二十五至五十七年 在位三十二年 享年六十二岁 东汉王朝建立者 刘秀是史上少有的完美皇帝 南洋蔡阳人 今天的湖北早洋 汉高祖刘邦九十孙 从一个没落皇族起兵 三年后称帝 历经十二年平定歌剧统一中原 刘秀在位期间 整顿励志 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又加强监察制度 提高次举之力的权限和地位 刘秀还采取不少措施 来安定民生 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 在位三十二年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 卒学最盛的官武中兴时代 东汉第二位皇帝 汉明帝刘庄 刘秀第四子 公元五十七年至七十五年 在位十八年 享年四十八岁 二十九岁顶基 一切尊奉光武帝留求制度 刘庄提倡诸学 入种行明文法 为政科查 严防外戚 打击宗室 限制豪强 遵比如学 佛教传入 派斗鼓出击北凶奴 设立西域都护 刘庄大力兴修农田水利 其中最大的工程治理黄河 刘庄令著名水利专家 王景和王武帅兵族数十万人治水 使黄河再无愧禄之患 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当时 民安企业 刘庄统治后期 人口激增到三千四百多万 与儿子汉章帝时期秉称 明章之治 东汉第三位皇帝 汉章帝刘达 刘庄第五子 公元七十五年至八十八年 在位十三年 汉章帝继位后 历经图治 注重农丧 兴修水利 减轻摇曳 衣食不足 实行与民修剂 使得东汉经济 文化在此时得到很大的发展 汉章帝两部派班超出是西域 使得西域地区重新承犯于汉 因为明 章两代大体继承了 光武帝时的治国方针 使得文治武功都有很大成就 使成明章之治 汉章帝期间 开始放纵外戚 两大外戚 分别是马太后的马家 和窦皇后的窦家 汉光武帝 汉明帝都极力限制外戚左官 而汉章帝却打封外戚 从此 外戚这股扶朽实力 登上了东汉政治舞台 一直到东汉末年 只可惜 汉章帝33岁早逝 汉河帝十岁继位 窦太后整全 窦家势力更加猛狂 从汉章帝开始 后面大多数皇帝 要不早逝 要不无后 东汉第四位皇帝 汉河帝刘兆 汉章帝第四子 公元88年至105年 在位17年 生母为梁贵人 过继给皇后窦氏为妻子 梁贵人被窦皇后诬陷而死 刘兆十岁继位 由于年幼 就是为了维护专权 将大批斗士家族子弟 安插入为朝官或离坊官 专权放纵 胡作非为 待刘兆亲政后 联合宦官扫灭斗士外戚 至此后 刘兆夺回皇权亲政 十分体恤百姓极苦 多次下兆阵击灾民 李渊玉减免赴税 安置刘民 勿为农使 并多次下兆纳贤 公元105年 墾田面积达732万多截 为东汉之罪 人口达5325万多两 东汉的国力达到极盛 史称永元之龙 正当刘兆大战拳脚之时 东汉王朝的皇帝 仿佛被施了魔种 如他父亲一样 在此英年早逝 享年27岁 年仅百天的婴儿刘龙 被抱上皇位即位 东汉王朝的国运 开始走下坡路 东汉第五位皇帝 汉商帝刘龙 公元105年至106年 在位不到一年 一岁夭折 汉商帝刘龙 是一个特殊的皇帝 他是第一个 被放在民间抚育的质子 直到汉河帝去世 要心理储君 这时才将刘龙 从民间接回皇宫 因为幼儿常常生病发烧 体质先天不足 很快不到一岁 刘龙变夭折了 而邓隋就是邓宇孙女 所为太后身份 名正言顺 接管了朝着 成为东汉的实际最高掌权人 东汉第六位皇帝 汉安帝刘虎 汉章帝刘达之孙 清河孝王刘庆之子 公元106年 至125年 在位19年 从而垂帘听政 然而 刘虎即位真不是时候 内忧外患 国内灾害连年 肆夷入侵 人心浮动 刘虎亲政后 不休得警 大肆陆入闲尘 导致蔡伦 邓智 太尉杨镇等人 被逼自禁 等邓太后掌权16年后去世 刘虎联合宦官 产出了邓氏外戚 同时宠信宦官和外戚 但好景不长 汉安帝刘虎也英年早逝 享年仅32岁 此后 外戚与宦官的斗争 越来越激烈 东汉的朝廷 一片乌烟瘴气 东汉第七位 皇帝汉前少帝刘毅 吉北汇王留寿之子 汉安帝刘虎堂帝 公元125年 在位206天 汉安帝去世后 严太后为了把持朝政 在严谨之事下 拥立年幼的刘毅为帝 同年刘毅因并去世 年仅10岁 宦官集团灭了严氏外戚 盈利刘宝为帝 是为汉顺帝 东汉第八位 皇帝汉顺帝刘宝 汉安帝的儿子 公元125年 至144年 在位19年 汉顺帝是被宦官 推上帝位的 倒是懂得感恩 但本身能力不行 便把大权交给了宦官 宦官又与梁皇后的 外戚梁士勾结 因此朝政权在梁士手中 梁士差点成为 另一个王王 但是汉顺帝刘宝也早逝 年仅29岁 公汉这是被诅咒了吗 东汉第九位皇帝 汉重帝刘炳 汉顺帝的儿子 一岁继位 公元144年 至145年 再位一年 两岁夭者 梁太后临朝听政 梁太后的哥哥梁继 称把朝堂 搞得民不聊生 一年后 两岁的汉重帝夭者 东汉啊东汉 东汉帝是位皇帝 汉之帝刘宣 汉张帝宣孙 公元145年 至146年 再位一年 汉重帝病逝后 刘宣被外戚 全臣梁继 拥立为帝 146年 汉之帝被拔护将军 梁继独死 年仅九岁 东汉帝十一位皇帝 汉环帝刘志 汉张帝曾孙 公元146年 至168年 再位22年 梁继又挑选了一位 14岁刘志继位 但汉环帝在宦官的帮助下 诛杀了梁继 并且除其党羽 然后封有功的宦官为列后 于是东汉历史上 及其黑暗的宦官 当政时代来临 但另一方面 刘志好色成型 三历皇后 兴起党固之火 最后在公元168年 刘志去世 终年36岁 东汉帝十二位皇帝 汉陵帝刘宏 汉张帝玄孙 公元168年 至189年 在位21年 享年32岁 由于汉环帝刘志去世 11岁的刘宏 北外戚斗士 挑选为皇位继承人 刘宏在位的大部分时期 施行党固及宦官政治 公开标价卖官 打秀公使 一任宦官横行 朝野上下乌烟瘴气 民不聊生 在位晚期爆发了黄金起义 正式进入 东汉灭亡道际时 东汉帝十三位皇帝汉后 少帝刘宏 汉陵帝的长子 189年在位五个月 年仅14岁 汉后少帝刘宏 13岁继位 由于年幼 使权掌握在 临朝称职的母亲和太后 和舅舅大将军和晋手中 少帝刘宏在位期间 东汉政权名存实亡 他继位不久 遭遇以合进为首的外戚集团 和以长室为首的内庭宦官集团 这两大敌对政治集团的活平 被迫出宫 董卓入京后 以仗梁州军阀集团控制朝政 废除流便 立流血为敌 不久流便被逼自己 从此 进入风云激荡的三国时期 东汉第十四位 皇帝汉县帝流血 东汉最后一位皇帝 汉陵帝刘宏次子 公元189年至220年 在位31年 汉县帝幼时被董太后抚养 举止端庄 在公元189年 在董卓庸立下 九岁流血继位 流血先被董卓控制 后又被曹操挟持 公元220年 曹操去世 儿子曹丕 逼流血缠让地位 建立卫国 流血被废为山羊公 公元234年去世 终年53岁 至此 东汉王朝正式灭亡